说来说去 精彩的文化典故 人前人后好玩的八卦角度 解读经典不一定按照史书 字里行间最看重人情世故 我是冯一刚 为您说人解字 今天呢 我们讲的是西这个字 西是基本方位之一咯 太阳落下的方向 它与东是相对的 西阳西下 西出阳关 无故人 西天就借指死亡 驾赫西归 宜命归西 也指西阳欧美各国 西医 西学东间 西服隔旅 春秋时代 管仲曾经说 毛强西施 天下之美人也 西施 那是历史上有名的大美人 但是呢 西施的身份究竟是什么 并没有定论 为人所知的西施呢 是春秋 越国的婉杀女 在吴越之中当中 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 她因为貌美被越王勾建送给了吴王夫差 迷惑吴王 导致了吴国的灭亡 事实上 这段历史只见于野史 正史当中并没有记载 只能作为奇闻异事来看 吴国的灭亡也并不是因为西施 是吴国的政策错误 错杀忠臣吴子虚 听信小人谗言 最后才会被越国所灭 另外呢 管仲的年代 比吴越争霸要早了两百年左右 所以管仲所说的西施 自然也不会是野史当中提到的那个西施 但是西施确实是美人的代称啊 老师你知道哪边西施最多吗 哪边西施最多 叫我到旁边啊 什么西施 檳榔西施 我好像也看到过 庄子记载 春秋时代礼乐崩坏 诸侯纷纷称霸战争不断 孔子因此周游列国以天下为己任 劝说各国君主施行人道 解决乱象 孔子前往魏国的途中 弟子延渊就问鲁国太师了 啊 夫子此行 结果会是如何呢 太师回答 哎 时代不同 制度也随着环境改变 必须懂得变通 孔子固然是用心良苦 过去的制度 如今却不再适用 我来举一个例子 越国美女西施 她的心脏不好 有心痛的毛病 每一次西施心痛的时候呢 总是轻轻地按住胸口 微微地皱着眉头 哦 同乡的丑女 东施见到了 认为这个动作很美啊 也学西施捧心皱眉 自以为也很美 但是乡里的人见到了 哎呀 因此紧闭门户 带着妻子小孩躲开 因为这个丑八怪东施 只知道捧心皱眉很美 却不知道这个动作之所以美 那是因为西施长得美 但他自己东施不够美啊 东施孝平 就用来比喻盲目模仿他人 却适得其反 贫就是皱眉的意思 太师认为孔子的理想 无法实现 是因为孔子一意孤行 坚持自己的理想 却忽略了整个社会的需求 不懂得变通 所以西施捧心的典故呢 就出自于这段故事 只美女有着病中的姿态 是更加的娇美啊 老师那是以前 以前美女捧心 现在不流行啊 那现在流行什么 现在流行帅哥捧心啊 帅哥捧心什么意思 我好像也在电视上 看过这个动作 不过就我们研究所知呢 孔子的长相 确实也是不怎么样的 怪不得 庄子会用东施孝平 来讽刺孔子啊 唐图西施 是说为了标榜丑女 反而冒犯了美女 比喻举动冒昧不合宜 或是对女子不尊重 东晋大臣于亮 曾经对好友周凯说 其他朋友总爱拿你 喊越广来比你啊 哦 越广也是近代的贤人 声望极高 周凯为人谦后 听到自己被拿来 跟越广并提 心里不安啊 就说哎呀 何乃刻画无言 以唐图西子也 无言相貌丑陋 西施财色俱备 大家把我拿来 跟越广相提并论 就像是把无言 说成是西施一样的美女 这不是唐图貌美的西施了吗 哎 这让我想起 有一道福州名菜 叫做西施舌 那是一种 大型的白色蛤蜊 那个活的蛤蜊啊 清洁好 立刻用滚烫的 那个鸡汤啊 汤烫 哦 你吃着那个蛤蜊 舌头碰到白嫩嫩的 那个蛤蜊肉 就好像跟西施垃圾一样哦 垃圾垃圾垃圾 垃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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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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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知道了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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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冯一刚 说人解字 我们下回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栏